有學起來嗎? 大家好 我是苔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超簡單的便當裝飾小技巧 每次做卡通便當 旁邊有一些空隙 該怎麼填滿 其實就可以運用一些簡單的材料 幫他們做一點小創意 整個便當看起來就會不一樣喔 我們今天就用這個火腿片來做出創意小花 這一次有四包 超市賣的 很划算 把它打開是這樣子 裡面大概有三片到四片 好香 火腿的香味 火腿一片 然後仔細看它會有紋路 像這片的紋路它就是 有點直直的這樣往下 所以呢我們就照著它的紋路對著 放到沾板上 從中間切出大概一分 從中間大概切出一公分左右的長度 切好時是這樣子 有沒有大概一公分 再來呢就是把它們捲起來 捲的時候要小心小力一點 捲好了 用義大利麵在花捲起來的最尾部這邊 把它插進去固定 這樣 那義大利麵呢 它會隨著時間久以後變濕潤 就變軟 所以不用擔心 吃的時候會有危險 就完成一朵花了 做了好多花 完成的小花們呢 不只是可以放到便當裡面 也可以做成家裡晚上要吃的沙拉 在碗裡面放入一些青菜 是生菜 大概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就可以放入我們的小花了 很像一個花的盆栽 然後下面是生菜 上面是火腿 有學起來嗎 這個火腿花其實在日本非常多的媽媽會做 像是如果我們看他們做的卡通便當 就知道旁邊幾乎都會放上這個火腿花 那因為火腿本身就是 在做卡通便當很常用到的一個食材 所以呢利用多的火腿 把它們做成花 就是可以節省 然後又可以有創意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今天的 火腿花花小教學呢 如果喜歡的話請留言告訴我 好嗎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囉 掰掰